医院是我们生命健康最重要的保障线 因为有知识、技术面上的差距 患者要无条件信任着治疗者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有道德感的地方 但假如白衣天使变成死亡天使 假如医院只想赚钱不顾病患 来看个病却不小心丢了命 这种因无法信任医护人员而产生的不可名状的恐惧 不会压于任何一部视觉恐怖片 好了啦,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奥斯卡印地影后标系的电影《良心护士》 2003年,美国新泽西一家医院的ICU 艾米刚结束了她忙碌的夜班工作 艾米是个经验老道的女护士 今天醒来了一个青霉素过敏的老奶奶 她熟练的为老奶奶扎针换药 同时还不忘开两句高情商玩笑 让老奶奶别那么紧张 当然,涉及专业的问题她都是很严肃的 奶奶想喝水 但奶奶今天刚度过危险期 喝水会有呛闹的风险 我们忍一忍哦 快快恢复,明天就可以喝啦 日夜颠倒上夜班本来就燃烧生命 夜班护士更是体力活 老奶奶有意识还能唠两句 艾米负责的不少病患都是昏迷状态的 独自给病患翻身,摆姿势什么的都是常规操作了 一晚上忙下来 艾米累得不想说一句话 她有两个刚到上学年级的女儿要抚养 也难怪这么拼 其实艾米还有一个小秘密 她有心肌症,需要尽快做心脏手术 她现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 做个检查都快一千美金了 高昂的手术费不允许艾米停止工作 为了拿到医保 她现在得坚持在这家医院干满一年 另一方面 医院要知道她有病肯定会开除她的 所以不管多累 艾米都得自己偷偷扛着 这天,护士长跟艾米说要来一个新同事 经验丰富,商家大理推荐 艾米在配药室见到了她 是位男护士,她叫查尔斯库伦 踢了一头干净利落的平头 身材经瘦,微微驼背 身影不大,但很温柔 艾米带查理简单参观了工作环境 叫她用他们的最新型取药机 就带她上岗照顾病人了 查理不愧是个有着16年持证护士工作经验的老手 病情交流,病患注意事项这些都是基本中的基本 艾米只要简单一说病人入院原因 她就立刻对对应的数值手法了然于心 加上她温柔的身陷,轻易就取得了病患的认可 由查理崩摊工作事半功倍 两人搭档第一天就有了吃宵夜的时间 查理和艾米一样,也有两个女儿 不过离婚后,女儿们跟着妈妈生活 她来新泽西,也是为了能够离女儿们的家境一点 在又一次超支体力以后 细心的查理发现了艾米的不对劲 这样传,显然不是普通过劳 艾米没有对查理隐瞒 她很真诚地告诉她 再坚持四个月就能拿到健康保险了 查理答应帮她保密 并且这之后的共同夜班工作 也都主动承担了更多 两人成了抹齐满份的工作搭档 又是一个差不多的上班日 艾米一来却听到说老奶奶去世了 明明前两天还跟他们有说有笑的 老奶奶怎么忽然去世了 不过奶奶也快八十了 病情突然恶化也不是没有可能 除了感到惋惜 艾米能做的就是在老爷爷到来之前 帮这位满身管子的老奶奶 整理好遗容 查理也帮着一起善后 她一丝不苟地清洁着老奶奶的身体 她告诉艾米 小时候她母亲也在医院里过世了 当年医院甚至把母亲搞丢了两小时 等查理看到母亲遗容的时候 她还是一团糟糕 这也给查理留下了很久的心理阴影 所以给王者最后的尊严 也是查理的心跳 七周以后 两个警察莫名其妙被叫到医院 稀里糊涂开始了一项调查 查什么 就是老太太的死亡 卫生部认为老太太的死因 是罕见的药物不良反应 已经超出了最开始 她轻微素过敏的程度了 很有可能是人为蓄意的 不过医院觉得打尽小惯 老太太是正常死亡的 只是因为卫生部坚持要求调查 他们只能配合 但怎么过了七周才报警 嗯 医院先进行了一轮内部调查 还请了个很贵的律师 而老太太的遗体也早就火化了 两位警察那是脸懵逼 还有你们这样搞的 不是明摆着有什么猫腻想藏吗 医院搞这么大动作想撇清关系 肯定是事情牵扯到利益了 这反而给两位警察打了积血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警察很快查到了一位有钱客的护士 八年前在宾州被控非法入侵 据说是扎了同事的车胎 不过后来指控又被撤销了 而这个人就是查理 似乎在两位警察之前 还有别的警察也查过查理 所以他的档案上还贴着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地高新 这是什么我们后面再说 紧接着就是警察问话环节了 院方嘴上说着权力配合调查 要求还挺多什么不许问药物相关问题啦 还有就是分险经理必须在场 这就相当于当着老板面问你对公司有啥不满 员工们为了保住饭碗 就算有什么也不敢乱说 检察官还全盘答应了 似乎他们也认为老奶奶的案件是个乌龙 走走过场就好的样子 认为医院在隐藏什么秘密 两位热血警探警官无奈 还是在全力以赴的 艾米亲自负责过老奶奶 自然在问话的重头 恰巧一个同事把风险经理叫出门了一分钟 警察赶忙拿出老奶奶最后的血减单 问他数值有没有问题 经验丰富的艾米一下就看出来 老奶奶血糖数据不太对劲 再配合别的指标看 老奶奶被人注射了胰岛素 老奶奶本来没有糖尿病的 注射胰岛素会导致血糖过低 加上清明素过敏 双重用药错误 很可能是他的致死原因 警察顺势问起了查理有没有可能是打错药的人 彼时查理和艾米已经建立了深度信任的关系 甚至艾米的两个女儿都特别喜欢他 艾米断定查理不可能用药错误这么粗心大意 在他心中查理确实是最好的护士之一 除了信任查理的专业知识 两人也有着战友般的心心相惜 工作至于两人还会分享育女心得 查理甚至和艾米说了小时候被霸凌 以及离婚时为了抚养权和前妻吵架的坏记忆 又是一个和死生搏斗的抢救业 艾米精疲力尽倒在被防喘气 查理打开药柜给他取了课药 在药柜打开的瞬间 艾米看着他点了取消 所以钥匙拿出来了 记录是没减少 这其实就是偷药 查理告诉艾米自己早就发现了药柜的这个bug 现在你的命要紧 先渡过难关吧 查理两个月来一直陪伴艾米面对心脏病问题 因为艾米的情况有些恶化 他还鼓励艾米应该把事情告诉大女儿 不管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小 但万一妈妈真的忽然倒下什么的 孩子们可能更不知所措 在查理的陪同下 艾米和大女儿解释了自己心脏病的问题 大女儿听得似懂非懂 但眼眶却湿湿的 艾米能走出这一步 也是多亏了查理的陪伴 女儿们多了一个急救选项 打电话给查理叔叔 就在这几天里 ICU又亮了一次蓝色警戒 抢救无效死亡的是一位 因为车祸而来的年轻妈妈 年轻妈妈前几天其实抢救过来了 丈夫抱着六个月的宝宝 一起来看妈妈 艾米还和她们聊过吃披萨 年轻妈妈的恶化来得很突然 而她最后的报告上面 分明显示她体内被注射了胰岛素 两件因为错误注射而起的死亡 艾米多少还是有点挂心 正巧两位警探在医院碰灰以后 私下来找艾米 再一次提起了对查理的怀疑 艾米对查理是很信任的 但警察说道 他们走访了查理曾就职的九家医院 所有医院都在回避关于查理的问题 与其说这么多巧合呀 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巧合呢 艾米无法无视这个观点 她想起来有个老同学曾经和查理也同事过 就约了老同学见面 艾米刚说现在和查理是同事 老同学就说 他们那儿有个关于查理的八卦 说是她曾经用药过量害死过一个患者 而用的药正是胰岛素 据说调查小组还在药房发现了很多被扎过针的盐水袋 里面被下了药 也就是说可能护士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拿被下药的盐水袋给患者用了 艾米还是不敢相信 你们凭什么觉得是查理干的呀 老同学表示 我们也没证据啦 只不过查理在的时候 我们找到ICU 每晚会有急救的事情发生 而查理离开以后 大概一个月才会有一次吧 艾米只觉得头脑温温作响 她立刻跑回ICU的药房 开始检查盐水袋 一袋 两袋 三袋 还好 都没有问题 天哪 还真找到了漏液的盐水袋 加上前同事的背书 这么多所谓巧合 对查理怀疑的种子 开始生根发芽 艾米有些恍生 坐在医院走廊的时候 心跳忽然漏了一拍 晕了过去 还好这是晕在医院 还是在护士同事面前晕的 艾米第一时间得到了救治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在病房掉盐水了 本来艾米就是因为对好搭档查理的怀疑到达顶峰 抓爆到了被污染的盐水袋 才激动到晕倒的 现在艾米更难淡定了 天知道 她自己用的盐水袋里有没有什么别的药啊 她本能的想拔掉手上的针管 坚持要出院 好在查理还以为她是因为怕心脏病的事被医院发现 没有把艾米的不对劲和自己联系到一起 艾米第二天就找两位警察说了自己的怀疑 查理利用取药机bug取药 然后在药房把药打进输液袋 利用其他不知情的护士对患者们下手 因为是输液 药效发会慢 所以患者死亡的时间都要比注射的时间晚几小时到一天 就也不容易被怀疑 胰岛素是无色透明的 所以混在生理盐水里根本看不出来 同样的还有低高心 低高心是一款心脏病药 错误用药也很容易致死 有这两种药搭配 胜利盐水直接变成了死亡药水 但这一切都是理论 还需要证据啊 医院为了撇清嫌疑 甚至都骗警方说取药机只能保存一个月的记录了 认为是在做对的事情 艾米冒着被解雇的风险 答应会帮警察拿出之前查理的取药记录 如果在老奶奶去世前 确实有她拿胰岛素和低高性的记录 那查理的犯罪嫌疑就非常大了 但老奶奶已经被火化了 没办法证明她体内有胰岛素和低高性 证据还是不够确凿啊 艾米想到了同样体内胰岛素量异常的年轻妈妈 她刚刚土葬不久 艾米第一时间找到年轻妈妈的丈夫 为了妻子成员得雪 她同意了让警方开关掩食 整个过程都还算顺利 年轻妻子体内验到了低高性和胰岛素 艾米也答应出了查理的各种取药记录 那个取药量远远超出了ICU需要的胰岛素和低高性的量 事已至此 艾米不得不相信那个温柔善良的男人竟然在无差别伤害病患 如果说查理是想帮想死但没有自我表达能力的病患解除痛苦 那还能辩论下伦理道德问题 叫她个安乐使者 但查理的所作所为显然不是这样的 至少老奶奶和年轻妻子都是脱离了生命危险再好起来 并且有强烈生的渴望的人 她剥夺了想活的人活下去的机会 虽然有了尸检和取药记录 然而证据还是不确凿 因为取药记录上面写的都是取消呀 艾米曾亲自见查理用这种bug给自己偷药 知道这是可行的 但可行如格闪马对护士知识毫无涉猎的警方 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法官陪审团 是不会认可这条证据的 就在艾米协助警方的同一时间 查理被院方开除了 理由是他写错了上家医院的工作时间 医院风险经理是护士出身 显然他已经调查清楚老奶奶事件的真相了 但这样的真相说出去对医院也是致命打击 你家医院给病人打被污染的盐水袋 你们的护士那样瞎搞你们居然不知道 不会再有患者赶来这家医院就医 所以他们选择了闭口不说 找了个不重要的借口炒掉查理 很显然之前九家医院对查理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事情曝光对医院赚钱的杀伤力更大 甚至还有医院给查理写推荐信 这也是查理一直这么好找下家的原因 忙活一天回到家 艾米发现家里还炖着菜 女儿这么贴心了吗 几乎一看是查理正在陪女儿们玩 艾米立马变了脸 眼前这个男人伤害了无数没有反抗能力的病患 也许是反社会人格也说不定 他越是看起来温柔随和 越是让艾米毛骨悚然 但艾米尽量不流露出那种恐惧的情绪 先是对查理被辞退的事表示了抱歉 接着只说想要自己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 查理看出了艾米的为难 贴心地说需要帮忙随时找他就离开了 因为证据不足 当下抓查理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主动认罪 艾米决定约查理出来 看看能不能让查理亲口承认做了什么 几天后他带上监听器和查理在餐厅见面了 查理这时候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他今晚就要到宾州一家医院上班 艾米表现得非常真诚 他很快就切入了重点 他告诉查理他离开后 同事们就开始传他的谣言 他为他辩护也和同事们吵架了 但他现在也想知道 那些关于他下药的谣言到底是不是真的 查理躲开艾米的眼神 试图转移话题 但艾米这次问得很坚决 一时间空气仿佛凝结了 查理不再说话 然后说新工作得早点去报道 光速逃离了现场 放查理去新医院上班 等于放他继续去杀人啊 警方只能对查理实施紧急逮捕 但他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 这期间查理如果不认罪 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警方诉说着关于查理犯案的推理 然而不论他们说什么 查理就一个反应 我不能说 审讯开始还是和和气气的 但见查理不给反应了 警员越来越着急 用此业渐渐激烈开始批判他的行为 查理显然被激怒了 他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但他依旧绝口不提 这是和时间在赛跑 如果查理依旧不招供 天亮以后就会被释放了 竟然把消息告诉了艾米 一夜难眠 天亮之前 他还是来到了警局 艾米曾把查理当作最好的搭档和朋友 这份情感是真实的 他希望最后试一试 就当作是朋友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艾米温柔地给查理披上自己的毛衣 他非常感谢他这几个月帮自己打掩护 陪他渡过难关 知道查理做的事情以后 艾米一度很害怕 但现在回想起来 查理曾经对自己的好 也是实打实的 艾米真心感谢着查理的善良和大方 也实话实说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善良的你会对患者做出那样的事情 他也很抱歉 自己之前帮助警方欺骗了他 查理对艾米的话有了反应 他说自己一直也都是真心在帮助艾米的 一句我需要你 似乎打开了查理的心 艾米说需要他说实话 关于病患的事 查理开始认真回忆 一个一个说出了那些因为他的眼水袋死去的病患的名字 查理招供了 他最终承认了29起案件 被判了18个武器徒刑 实际上后面据统计 因为查理死去的病患可能超过400名 所以他也有可能是美国杀人最多的连环杀手 那天艾米问了查理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或许是曾经母亲离世被医院冷落而记恨 或许是从小被霸凌想要报复社会 当然这些也只是猜测 查理从没在语言上给过明确的答案 后来艾米顺利做了需要的心脏手术 他和两个女儿搬到了佛罗里达 他还在做护士 他一直是一个有良心的好护士 良心护士改编自同名书籍 这也是一个真实事件 影片中小雀斑饰演的查尔斯·库伦 也是美国真实存在的一位 被称为死亡天使的连环杀手 如影片所表现的那样 从夜16年来 他通过往盐水包打药等方式 害死了无数患者 光记录在案的就有29起 而坊间不完全统计 真实受害者数字要超过400人 查尔斯·库伦真人的样貌 和小雀斑演绎的也很像 金兽斯文 看起来非常温和善良 王菲除了头拍发行这部良心护士 也像之前达默那样 提供了特别售后 在电影版上线两周以后 上线了一部聚焦查尔斯·库伦的纪录片 《追击杀人护士》 纪录片通过采访真人艾米 两位热血警探 以及读物控制中心相关人员等 大致回忆了和影片差不多时期的 《差不多时间》 少说不同的点 就是影片聚焦了艾米这个角色 现实里面协助查案的好护士 除了艾米还有一位唐娜 他们三人曾经是护士铁三角 两人口中的查理 也是乐于助人善良温柔的 这就和最终发现 她是个连环杀人犯 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身边最好的那个人竟是最恶的人 光是接触这个真相 艾米就花了很长时间 另外一个和真实事件不相同的地方 是两个病患案例 影片主要拍了老太太和年轻妻子 而根据纪录片 最后开关掩饰的关键受害者 则是一位老神父 改编电影和纪录片 共同提到的一点是 医院知情不报 甚至故意隐瞒 查理能够在16年里一直犯案 一个原因是 一直有医院在雇佣他 医院发现疑似问题后 因为怕担责任影响生育 对查理的处理方式都只是裁员 甚至有些医院还给他写推荐信 这种为了赚钱轻视人命的做法 实在令人心寒 而查尔斯库伦案之后 也没有一个相关医院被检方起诉 医院照常扩张 丝毫没有受事件影响 这个事件之后 唯一算是好消息的是 美国多个州的患者安全法得到了改善 2004年 库伦法通过了 大致内容就是鼓励医院 诚实报告员工的不当行为 医院不会因为员工的个人问题 受连带责任 听起来资本又胜利了 不过至少希望库伦这样的事件 不会再发生了吧 个人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是 不论是纪录片还是电影 对查理的心理刻画都很少 影片中查理的形象 大都是通过艾米构建起来的 她帮助她时的分趣善良 她专业的护理知识 她不愿意说出实情时的挣扎 以至于查理的心路历程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 艾米在警局最后问的那句 为什么是最接近探索查理犯罪动机的瞬间 而查理的回答也仅仅是 他们没有阻止我 这个他们是指医院 还是社会 还是身边的人 解读空间就很多了 影片毕竟是基于真实事件改变 并且这位查理还在世 我找编资料 确实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 Why 电影中有两组非常棒的凝视镜头 一个是电影开篇的长镜头 1996年宾州一家医院 一位病人抢救无效死亡 整个抢救过程其实都是背景音 镜头最后停留在查理身上 他的表情非常平淡 说是冷漠也不到位 说是忧伤也不足以 此时观众对剧情走向还不是很了解 只会隐隐觉得 这位查理在平静的表象下 应该有着波涛汹涌的内心活动吧 第二次类似的镜头是老奶奶去世后 查理悉心替他整理完衣容 在只有他俩的病房里 他非常近距离的凝忘了老奶奶 影片到这里还没有说到故意杀人的事情 到了后面我们才知道 两位病患都是因查理而死 再反过来品味这两组镜头 就有一种死亡使者在欣赏自己作品的感觉 细思极空 另一方面查理确实都没什么表情 就让人觉得他对死亡非常的淡漠 他到底在想什么 成了影片一大悬念 在查理扮演者小雀斑和艾米扮演者劳莫杰两人的对谈视频中 劳莫杰也问了小雀斑有没有想过 why 这位扮演者也没有得出标准答案 但他认为查理有多重人格障碍的倾向 所以在演绎查理的时候 表现出了偶尔精神错乱的样子 这个查理是多重人格 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在真人艾米的回忆中 两人最后在餐厅对峙时 当他问查理真相是什么的时候 那时候的查理的气场仿佛忽然变了一个人 这让艾米一直觉得查理有人格分裂 记录片中 回放了一些2003年查理在警局路口供的影像资料 这也是比较珍贵的真人查理出镜画面了 警探当然也问了为什么 查理用虐待颤抖的声音表示 他无法看人们受苦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是在结束患者的痛苦 查理哭着说很抱歉 一个被信任的人造成了那么多的死亡 不论查理是否真的那样认为 残忍的现实是 他杀死的很多人本身是在痊愈中的 他并不是所谓的安乐死杀手 而很多被污染的树叶带 都是通过艾米等这些不知情的护士 是指手给病人们打上的 一想到亲手伤害了每天照料的病患 艾米就难过无比 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们一度不再被病患信任 你们不会像查尔斯库伦一样 给我们打别的药吧 这句话对兢兢业业服务着病患的好护士们来说 无疑是出心的 生老病死我们都会走一遭 对医护人员无条件信任是美好社会的根基 但这也是两边都要付出努力的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归影片 什么是良心护士 从护理专业层面来看 艾米和查理都是好护士 查理一定认为自己是好的 在他看来 自己在帮助痛苦的病人结束苦痛 他对艾米也是真的好 帮他分探工作 照顾女儿 隐瞒病情 在艾米发病时 利用药箱漏洞给他偷药 甚至最后查理招供 也是因为得到了艾米这个朋友的认可 他希望继续做一个帮助到他的人 但查理的这些好 是在规则之外的 只满足了他自己的心 而艾米则是一个真正的良心护士 发现最好的朋友是连环杀人犯 那种生理和心理的冲击本身就很大 这种情况下 选择自保是不会有人怪他的 但艾米义无反顾地协助警察 直到最后 答应取药单 和王者家属沟通开关验尸 背叛曾经的伙伴窃听套话 以及最后真诚对话争取招供 艾米走的每一步都顶着巨大的压力 别忘了他还养着两个孩子 经济拮据 心脏有病 没有健保 而且查理对他真的真的非常好 当然他并不是玩人 在警察问道 他为什么会知道查理利用取消Bug取药的时候 他没有好意思说出自己心肌炎投药吃的事 总是天平导向 不要说 不要做那一边 艾米还是选择了站在病人身边 他不能让更多患者成为潜在受害者 他是一个真正的好护士 记录片中 艾米的一段回忆令人动容 当他知道查理的事情以后 很犹豫要不要帮助警察 因为他得违背医院那些保密合同 去打印取药机资料什么的 这可能会让自己丢饭碗 要知道 那时候 距离艾米得到健康保险就差一个多月了 但女儿听后毫不犹豫 如果有机会阻止一个杀人犯 为什么不做 孩子只用了一秒钟 就做出了最有道德的选择 这却是很多大人 在衡量力以后做不到的 按个赞再走呀 正片开始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